咦 这是哪儿啊 小白妹 今天带你玩玩独狗的游戏 看到你脚下的钻石没有 你是要在四个里面选一条道挖下去 挖到了钻石归你所有 但是挖到岩浆死亡全部凋零 怎么样敢接拨 这有啥不敢的 我只是要砍个视角就可以看到下面哪条是正确的了 啊 竟然被锁定视角了 没事 我还可以跳起来 咋还跳不下去啊 小白妹 你不用白费力气了 所有能够作弊的方块我已经全部解决掉了 现在你就是有一个选择 就是靠运气 咦 不就是四选一嘛 按照编写你的关系肯定不可能是两边的地方 这样就说二选一了 简直比中彩票还简单 好 看到表妹你这么自信 不如我再加注 你每挖到一个钻石块 我就补一杯奶茶 保证你后面这段时间奶茶无忧 不过相反 你失败了 也要帮我一个月的奶茶哦 你也未定 开挖开挖 挖了一会儿都没见到银角 看看这奶茶吻啊 啊 我突然猜错了 愿赌服输 我有一个月的奶茶喝咯 啊 我不服 我还要继续 行行行 再给你一次机会 这一次可选一咯 在这密码门的后面 只有一处是成堆的钻石 你要是能选到 不仅给你一堆的钻石 我前面的奶茶也作废 你还想给我这么好呀 那我还要专注这次机会 五选一 两回去 先排出两遍 你确定吗 不怕一开始就移出了正确答案 我都看不下去了 这样吧 我给你个提示 中间和两边有一扇是正确的 这样一来好选吧 那我知道了 选中间的扇 线门门的运气也太背了吧 看来真是硬的那句话 毒狗是没有春天的 我不信 我现在感觉自己运气处地反弹了 当年春刀载约20块赢370万 今天我小妹妹也可以做到 一些一堆钻石 哼 那就来呗 结果很简单 选择一个荧光石挖掉跳下去 掉落的地方是水池 就能够获得底下的所有钻石 相反岩浆的话 也就是啥都没有咯 这次我选边边的 就是你了 又选你了 看来这周围的钻石都是我的了 这次孔森才对了 知识宝到账 一一元 你也急着高兴 你清我一个月的奶茶可没有抵消的 别说我不给你机会啊 看到这个信号发射器没 一共有八个按钮 按下了数目决定发射器里面发射的物品 虽然概率有点小 不过我会给你三次机会 这样也算公平 嗯不错不错 我坚持这个挑战 这样一来八分之一的概率也不是不能接受 晕倒 你这数学是哪个老师教的呀 回去可以要好好地恶不概率翻面的知识 这就是八分之一啊 不管了 咱先梦个一 放我一马 我是主播 放我一马 我是主播 无事发生 看来没选到呀 接下来梦个三 救我 救我 真的我没 二十枚选到 选了个轮金穿线 这次选我 不得不说这小表妹运气也是真的挺好的 里面发射装置只有一次钻石 还有两次陷阱 虽然钻石没有给你选招 但陷阱已经一个都不放过的呀 真正的答案是八 八八八发发发马 可惜咯 接下来的一个越南茶 喝什么好呢 多高度 拿最后应用的呀 小伙伴们 一定要以小表妹为谢呀